这把的话冬玄带的是个传送 其实我觉得冬玄带闪会好一点 虽然说这套阵容它没有硬控 但是你不带个闪 这双减速加祭司的洞 我觉得也没那么好抓吧 他怕拉点 就我追人可以追的慢一点 但是我如果追的慢又背你 大动给断一波节奏 那我就很难受了 大动断节奏 我可以少打你一刀 我可以也不带闪现 就少打一刀的追人速度 那没关系 但是我如果被你大动给断一波节奏 那我就可能 但你这少打一刀 这一刀差很久吧 我感觉这个 一般能打到最后一刀的话 你技能估计也交完了 我是 我是不太看好这个传送的 他带个闪现 我觉得还 或者你他带个底牌 对吧 你底牌万流也可以 他这把带的是什么 拘禁狂 我这带了三点抗性 他是 他是就是 我知道他的想法了 他上来就抓祭司 要不然带三点抗性干嘛呢 就跟着祭司穿洞 然后带 但这个 这四个人当中 他最好 也不是说最好抓 就最应该抓的 可能就是祭司 对 还是祭司好抓 我跟你跟完洞 但是 这边的话 祭司两个洞交完 反穿 昆虫应该是要来搞一波了吧 昆虫没动起来 但这边有个减速 进八音阵了 减速 好大一个点 这个减速 和有持续时间吗 反转漂亮 哎呦我去 又是 传送 那我追下一个 追下一个 追这边的李宝昆虫 我觉得他可以 传舞女那边 他这个传哪里 我倒是没有特别好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他 还是应该抓祭司 毕竟祭司的洞交完了的 对不对 你这边抓 那个昆虫 你抓舞女 他们都是有 自己的一个 就保命手段的 他现在重新抓下一个人 那从这下一个人的道具 又是满的 对对对 重新抓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 那个牵制手段的 你这边拿他就不是特别好弄 这边昆虫卡你的时候 然后再往前面走 身份上来讲 有没有够这一刀 昆虫有没有带飞轮 有带飞轮 有带飞轮 这刀应该是 不那么好打 我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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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飞轮也会吃到的 可能 所以他这个飞轮先不交 等下一波 交到更有作用的一个地方 那这边的话 昆虫 他玩着玩着玩着 如果说中场祭司 能够再给一个洞支持 我这里封个窗 哎 抢个窗 再封个窗 漂亮 终于知道了 还打了一个震慑 也就也就三台电机加成 能接受吧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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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核心就看这边待会救下来 能不能有26的可能性了 如果有26的话 我觉得这把穷者有机会打三开门战 26不了 这边武女的盒子都交完了 26都没有收 然后虫内也没有 也没有虫子了 对 但是他身上还捏着个飞轮 哎 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拥兵这波先救 救完以后 翻个箱子 要卡血条 我觉得要卡血条 卡血条 稍微卡一下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卡半 反正就肯定是卡半救下来 对 然后救下来以后 还要扛 还要扛刀吗 这边 扛刀没必要吧 你这扛刀 机子不够吧 对啊 这扛刀有点说不过去吧 你有没有大洞什么的 你扛刀 这扛刀我感觉有点白给啊 而且你佣兵刚刚是半血 又没有吃那个复制刀 是可以再扛一刀救人的 凭什么你就觉得这边 能6的洞呢 哎呀 他甚至把他飞轮交了 哎呦我去 这飞轮怎么交的 飞轮刚才 是飞轮交交交户板子吗 不是他飞轮下板 他应该是想飞轮躲掉你这一刀 然后把这个板子给下了 这一波我 只能是飞轮下板 但是他这里还是被抽到 不是 他如果说这波佣兵帮忙扛刀 为了争取一个穿大洞的机会 我倒是还能理解一下 你这边纯扛刀 你就觉得一个没有昆虫 没有任何人 哎呦 没有任何 你这刀吸控的很好 没有任何支持的一个昆虫 他能遛的洞吗 够啊 这还有一半点机 祭司也来保 哇 他们真的是拿命在赌啊 穿洞吗 有洞吗 这个机子也不够 现在只有一个人在修 都先抽空封一下 抽空封一下 你这得 还有一个洞 这还有一个洞 这扛一刀 这得保多久啊 哎保住了 保住了 保住了 这钻个大洞 活了 看他不钻 他 还不钻 这里 他钻了呢 因为这边那台那边那个点的密码机没有修开 他钻了以后就倒地 倒地以后东旋是有传送的 所以他不能钻 对 那边的机子如果能修掉的话 他在这边送了一个 这台电机不会被压住了吧 哎他这怎么传 哎传过来 他传过来压这边的机 不对他这里为什么要为什么要钻这个大洞 然后这边一个传送传过来 我觉得东旋这里应该是不太好教这个传送吧 这个传送他就死守这一台 那球者这边把密码机修完 然后过来打 求生者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不是求生者为什么要钻大洞过来 然后这边送一波上移 然后还守还还能守住其中一台机子 哦他们另外重新修一台 嗯 而且是两个人修的 这边的话让优兵过来救 那这里要第一时间我直接逼你优兵救人啊 过半了 记录员我觉得他逼不了 刚刚看到优兵过来贴过来的时候 应该直接去打 这里的话记录记录上的是昆虫 这机子在斗 机子好像无效了 可以 那这里舞女可能要飞了呀 卖了卖了卖了 这个舞女应该是卖了 然后优兵压这边的机子 反正你也没传送 你去追傭兵呢 我那边的机子点掉 你不追傭兵 你去管那边的机子呢 我优兵这边把这边的机子点掉 还行吧 说实话 这一波他们拿命来保 这个昆虫能保活 我真的觉得已经是个奇迹了 常行保活 觉得那边傭兵那一波真没有 应该真没有 这傭兵是个教自己的 这边的话他们两个状态不好 状态不好 要不要派一个人过来来这边补机子啊 因为那边机子压住 这边的机子修了九成了 哎打到了 打到了也没用 反正不是击倒 又过板刀完了没亮 在这边 又给了一个人过来 因为没自己 对傭兵没自己 这个开门战 我觉得机子最终应该是能点亮的 因为这个傭兵是个一挂嘛 他没挂过的 你这边挂 你傭兵你没有自己的 我就追下一个 对呀 就是他现在开门战就针对这个傭兵打 针对傭兵击倒了以后 然后这个昆虫又是个上挂飞 其实还是蛮有机会能赢的 他再加上开门战他能封门 祭司的话 手里面有洞 但是有没有机会视察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打个四杀呢 祭司这边机子压好了 佣兵这波没有自起 就是他们就是就是东旋这边 四杀的唯一机会 给一刀 还好没撑上 捞下来 震射的话 可能就震射那还真四杀了 那里继续绕 那边的机子还没好 佣兵这边吃刀 还要佣兵 马机 点亮 好的 佣兵半血 佣兵这边的话遛不动 这佣兵是个教自己的 他们还没有贴门 是个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 然后东旋手里有传送 但是祭司可以在这边压着 东旋这边的话 哎呦 一旦倒地 哎这要倒了 要倒了 要倒了 一个格尊到 恐惧了 但是祭司可以在中场压着 东旋这边的话 哎呦 他们没看到大洞吗 先打大洞 连个大洞 这个大洞必须先打掉 我觉得这大洞是不是交的 是离的有点近啊 可以放 它可以隔远一点去放大洞 那这个大洞就 你不可能不打这个大洞 这里的话他要打这个大洞 他要不用这个记录刀 把这个大洞给打 因为他明显知道 这个祭司就在这边附近的 有耳鸣的呀 知道祭司 他往前迈一步 祭司一个洞打过来 把这傭兵给捞了 你但凡自己本体过去打这个大洞 一定把这个洞 他要不要记录刀 把这个大洞给打 那他这里就应该是首飞 首飞多少大克力 只有三杀 首飞没有三杀的 首飞祭司那边门开了 祭司又跳地窖了 除非他能把那个门也守住 那门的守住 门没开是吧 门没开哪一些 这边抓祭司 带飞轮的祭司 那边昆虫根本就不敢点 他点门容易被传送 你得给点 你得给点门压力 这个昆虫是个挂飞 我觉得他还是得点门 昆虫还是得点门 你点门 你即便被挂飞 祭岛被挂飞了 你祭司得遛到另外一个门 这样他这边传昆虫的话 我就能立马点 他们应该是拖一刀 他们应该是拖一刀 对 一刀快没了 七秒钟一刀没 没了以后 这边昆虫 哎呦 这昆虫翻了根针了 也是有点 对吧 有点小难受 我觉得今天猪雀的祭司 祭司最后还能再刷出一个洞 嗯 他这边吃完一刀以后应该还有 还没 开门吗 这个门开的真有点慢啊 那你要 点两下我走了 点两下我走了 你CD 你CD那个5秒CD嘛 这个门每一次省月 这边开始抓昆虫呢 觉得祭司抓不了 这昆虫如果有个保密道具吗 还好说 这昆虫是个相关的 最安全的一个点门的方式 就是你那个看 看门的那个CD啊 一枚好我就点两下 然后我再走 你一看然后 一枚看然后我再点 这边祭司也被记录了 我这个门真的封了好久啊 要去 要死上 哎记得了 又记得了 这个还是卡的时间上面 哇 这这哎 这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故事 就祭司在一边遛说 我都遛他妈这么久了 你还没开门 好 这时候 祭司在 这时候昆虫说了 我他妈都也遛了这么久了 你怎么门还没点开 又记录到了 在这门还好像还被回退了一轮 刚才37的 后来变30了 哈哈哈 没注意看 但这个祭司 因为这个昆虫是个挂飞 所以说这边 但他不能挂 挂到那边走地窖了 对 你挂了吗 走地窖了 所以这局如果门没开的话 还能再打个几分钟 这门怎么又到30了 好倒了 哈哈哈 36变30了 这这挂吗 这挂吗 挂的话 挂就稳走地窖了呀 这满血祭司带洞 还有飞轮 我觉得东旋可以贪一点 不过他可能不知道这个门的进度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门的进度才30多啊 是有机会四杀的 真有机会 他都打那么久了 不太那是啥 对